劉莉 怎麼樣 你說你就是最好的禮物 不是 我就是最好的禮物 十秒鐘 謝謝小良哥 我之前就是生病 生病到我完全不能周路 你有這樣子生病過 就是你只能躺在床上 這種的 然後你不舒服 然後就一直吃藥 那就 那一天我跟我女朋友說 我說 我好渴 你可以幫我拿一杯水嗎 她就一直玩電動 然後我就 不可以你幫我拿一杯水 然後我慘了很久 然後說 我好餓 你可以幫我買一個東西吃嗎 她說 你不能自己下去買嗎 但是我那時候我身體是 很痛耶 真的不舒服 如果我走下去 我怕我走不上 走不回來 走不回來 這種感覺 那她這樣就只能在我窗上 就一直沉一個沉 然後當她要睡覺的時候 我就跟她說 其實我要跟你講 當你找到一個很愛你的人 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她也知道 然後你身體的狀況怎麼樣 然後你不開心 她怎麼會懂 我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碰到我對的人 然後就放過來 就睡覺 因為我很難過 你知道嗎 我身體已經痛到這樣子 你還要這樣子對我 我就是... 你幹嘛笑 你講完之後 早上起來 你女朋友是不是把一個 鹹酥雞灘搬到你家來了 不是鹹酥雞 是熱巧克力 你怎麼知道 喂 早上 我早... 你有什麼 她人變了 完全變了 我早上起來 我旁邊有一杯熱巧克力 已經準備好我的早餐 然後她就跟我說 Sorry 對不起 我昨天真的太自私 然後我就是想說 對不起你 我跟你講 你真的是我對的人 那為什麼要等我... 但是我... 她這樣子做就證明 你還有一點用處 什麼用處 要不要講 她那麼用心為你改就OK了啊 是 那男朋友也是他 到時候有送你菊花對不對 喂 最後你又得到你的咖片啊 所以你為什麼好抱怨耶 但是我很好奇 杜莉 因為你這樣跟他講完之後 他改了之後 他維持了多久 女生就是要這個 所以本性啊 本性也是很難改 對啊 有本個性就這樣子了 我覺得女生的個性很難改變 也... 以前有一個女生很愛吃醋 然後不讓我做我的摩托公司工作 所以我比較喜歡分手 可是... 他要符合 可是我覺得 愛吃醋真的沒有辦法改變 所以不要符合 愛吃醋一定是有原因的啊 一定有原因 像我之前 我跟我前男友有一次吵架就是 當時他進他們公司 然後他沒有跟公司的人講說他有女友 然後他晚上就會一直收到 公司女同事就是傳訊跟他聊天 然後甚至是凌晨兩三點就傳說 你在幹嘛 然後我就覺得 你為什麼要跟人家凌晨這樣子傳訊聊天 那我當然也會很吃醋 一剛開始我就跟他溝通說 你應該要跟這些人就是保持譬如說 白天跟晚上有傳訊就好了 不要凌晨再有這種聯絡 那他也覺得說 可是那就是同事啊 聊聊天又沒什麼 但是後來我真的是跟他提分手 他才願意改 他才跟這幾個女同事講說 其實我有女朋友 然後如果你們凌晨這樣傳訊來 我女友會吃醋 然後這些女生才說 你有女朋友怎麼不早講啊 然後凌晨就不會傳訊給他了 所以其實吵架是有原因的 所以你的前女友愛吃醋 可能也是有原因的 沒有沒有 我覺得你錯了 我跟你講 來啦 你先講 你先講 我等一下 我會講一個 我跟你講 男朋友這首老師給你講 就是說老師給你看 那你這樣表達的時候 男朋友會偷偷來 是喔 是啊 因為就是 他不想讓你吃醋 你看喔 他給你看 譬如說 你問他說誰 同事 女同事嘛對不對 這首很老實 等一下 我想要請問其他七位男士們 夢多這一番話 你們覺得 很能代表男人的話 請舉圈 不能代表請舉X 妳可不可以正面一點 這麼負面 果然是人夫耶 你們真的不老實耶 誰給你不老實 他又是這樣子好不好 真的 誰給你這樣子 他的意思是說 我如果承認的話 你就可以按得來 我如果不承認 你真的有鬼 你怎麼這樣子啊 而且我沒有想到 連杜力都不支持他 真的 好 不是 因為本來就是他 他的男朋友 他對他很老實啊 結果他吃豬過頭 那就是說 想要 男朋友 不想讓你擔心 那就是有可能表面的 所以是日本人都這樣嗎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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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他本人就只有他本人 不一定只有日本人 連德國人都這樣嗎 德國人 我覺得你們都太膽小啊 你們都不想 扣扣你們自己 不要這樣子 打死很大樓哦 但我覺得一定要的 如果你真的 你剛剛說 你看他的女友吃醋 我覺得不合理 那是他的工作 你說有原因的 你太會亂想 所以你的男友也這麼覺得 他才會這樣子 可是凌晨傳短訊 是很怪的事情啊 對啊 也還好啦 凌晨是內心最寂寞的時候 那時候不可以傳短訊 是嗎 對 哪來的報導說 凌晨是最寂寞的時候 也是最二的時候 出來給我看 而且也是八字最親的時候 很容易被拒誤 很容易被帶走 而且我覺得女生 你們才這樣 很容易被帶走 我覺得女生就是厲害什麼 他隨時會測試男生的底線 像我女朋友也是一樣 他測試到最後面的時候 他當著我面 因為他本身很喜歡去夜店 他很喜歡去夜店 然後很喜歡他在跟他的朋友混 所以每次我去工作的時候 去跳舞的時候 他說他也要跳 但是他是去夜店跳 然後很喜歡跟他的朋友混 他去夜店跳有收錢嗎 沒有 還給錢 然後我去 別人還跟他有收錢 沒有 我就覺得 其實女生其實很特別 就是他很喜歡跟他女生的朋友混 然後他很喜歡說 男生好 工作 你去工作 我要去出去玩 可是我們還不能過問他 可是他很喜歡跟這些 跟些他的 你剛剛想說狐群狗黨對不對 酒肉朋友 基本上去到那地方 一定要喝酒才會嗨 然後他一定要 逼著我跟他分手的時候 他才把他的朋友的一些簡訊 甚至聯絡部 甚至他的通訊錄把它刪掉 不然他不會的 他寧可說 你去上班 我就有時間 那是我的時間 我要跟我的朋友混 那你覺得上班 為什麼是大半夜呢 夜店開的時候 你也知道藝人的工作 他們時間是不如一定的 我們要不要在練的時候 工作完了 晚上回來練舞 對 他們基本上是上完 通報完之後 才會來 剩下的時間才會來排舞 可是我覺得藍波老師 也不能這樣講 你看有多少的舞蹈員 他們到最後都是跟藝人在一起 有時候沒來演去的 對不對 然後肢體接觸啊 對 唯一清白的就坐在這裡 而且說什麼 分手之後才珍惜 其實我們男人知道 分手的時候 我們也做了很多的付出 很多的努力 絕對的 真的 真的 男生都會犯錯嗎 每個人都會 會 每個人都會 會 剛剛沒有聲音啊 剛剛沒有聲音 喂 請下麥克風嗎 OK 其實我之前也有一個女朋友 然後就有 不算頭詞啦 可是有曖昧 那要被抓到 那女朋友就是 當下就是 有跟我分手嘛 她就說 她是那種 就是覺得 你透支一次 或是你曖昧一次 你之後就是一定會 那那時候 我也是 就是因為很愛她 我就是一直要說服她 就是說 再給我一次機會 那時候我就是 說服她 她說 好啊 你給我兩個月的時間去想 然後在那兩個月的時間 其實我每天都是在 呃 寫一個字條給她 然後就是 例如說那種詩嘛 或者什麼的 詩 詩 然後我忍不住 因為 我很愛她嘛 可是 因為她 我已經答應她說 我要給她兩個月 我就是一定要做到 就算我想要打電話給她 我會忍得住 或是傳訊息啊 那那時候到兩個月的時候 其實這些東西 我都準備好給她 然後 就算她說她很感動 可是她說 沒有啊 因為 你 你才被動啊 然後我現在已經 跟我親女朋友附和了 所以我就覺得 我做了那麼多 女生就是做不動的珍惜 可是你今天 你就算做再多 她不接受你 你也不可以怪她 那我問你 你在跟人家曖昧的時候 你有想到她嗎 你有想到後果嗎 後果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就不該 有時候 我們沒有想那麼多耶 什麼 所以你這個整個故事 就是告訴我們 我不相信女生不會曖昧嘛 不是 可是你這個就是 你們在交往的時候 你不懂得珍惜它 然後等到你示範了 所以有啊 就是那種 所以你才想要做這些彌補啊 在冬天的時候 有滷上有那個餅啊 我們偶爾會花倒嘛 是正常嘛 好 用天 先轉過去好不好 你轉過去 然後往外面出去好不好 菜會找藉口 不是 不是 女生有時候會覺得很奇怪 是因為女生可能在等待你改變的過程 是等待兩年 然後一直講請你改變 你可能只有改變兩個月 你就會覺得我已經改變兩個月 你怎麼不願意再多花一點心思在我身上 可是你忽略了前兩年都是女生在等待你們改變 可是我覺得啦 你還有可是 有可是 有可是 男生其實如果犯錯一次 其實如果是真的在他心裡面 他就是覺得 我真的做錯了 然後是 我愛的就是你 那 那就會變得更好嘛 對 然後改變了 然後第二個想法就是 發生過一次錯 再一次錯也沒關係 分手不是玩笑話 說出口就難挽回 女人啊 你們這幫男人很笨 很蠢 蠢到什麼程度 蠢到你們說什麼 我們就聽什麼 所以在吵架的時候 有些話千萬不可以說 譬如說 你再這樣啊跟你分手了 我告訴你 那怎麼辦 我告訴你